好,我们赶快看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 我们先介绍牛顿力学 那牛顿呢,他是第一位 把这个力跟加速度的关系啊 用这个数学式子 把它表示出来 在他之前有很多的学者 做过这个实验 但是他们这个实验呢 大家下的结论都不一样 可是牛顿呢,最后啊 看看个人做的实验 他就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个现象 好,那么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加速度跟力的关系啊 因为是牛顿他第一个把它阐释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有关于这个 力与加速度的问题呢 我们就称为是牛顿力学的问题 他本庄要讨论牛顿力学里面 三个基本运动定律 首先我们能介绍一下就是力 Force 有谁看过力长得什么样子 有没有看过 力,力是什么样子 看不见 那么 但是你怎么知道有力呢 当这个力啊 失于某一个物体的时候啊 你会看到这个物体啊 会有反应 就说这个力会有效应出来 会有效应出来 那么这个力作用于物体 会产生两种效应 第一个是什么呢 物体的运动状态会改变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 我们通常走路的时候啊 如果看到一个空罐子 比如说可乐罐子 不晓得什么原因 我们总会走过去踢他一脚 踢他一脚以后啊 有什么反应呢 罐子飞出去了 对不对 飞出去就是运动状态的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罐子 凹陷 就是状态 物体状态的改变 像以前我们好早好早 你们大概还没有生出来 可能你的父母也没生出来 那时候台湾才刚刚刚光复不久 我们请了一个世界的拳王叫乔路易 到台湾来表演 他来的时候啊 我们台湾也要推一个选手跟他打一打 比划比划 找了半天找到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选手 也是重量级的冠军 拳击 名字我就暂时不讲 结果一开始 那个钟一敲 当一敲 只看到乔路易啊 一拳打过去 就这么一拳 就有效应出来了 第一个效应 这个人的运动状态改变了 本来在那里跳啊跳啊跳啊 一下子躺下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形状改变 我们外表看不出来 他的脑袋里头啊 脑震荡 脑震荡 所以我们说乔路易啊 他的拳一拳有两百磅 能不能看出来 你看他的肌肉能不能看两百磅 看不出来 他的效应可以出来 后来那个乔路易就愣住了 赔了他五十万 二十万台币 不是不是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台币 五千块钱 你们现在吃几颗牛排就没有了 但是那时候的五千块钱不得了啊 那个时候的爱国奖券 头奖 就只有二十万了 像现在的乐透 动不动就是算亿的 对不对 那时候得了 得了头奖 就跟我们中了几亿元 现在这种价值一样的 所以五千块钱相当大 好 那么这是说明说这个力你看不出来 但是它有效应出来 那我们对力来做一个认识 比如说这是一个物体 我们有一个力 作用在这里 我问你 力作用在这里 的时候 这个物体产生的效应 跟力作用在这里的时候的效应 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啊 你作用在这里 这个物体会向前跑 同时还会怎么样 这样转动 对不对 如果你打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物体也会向前跑 可是它转动是 力与时针方向 不一样 因此啊 我们说你要讲一个力 作用在物体上 你一定要说明 除了它的大小 跟方向之外啊 它的作用线 就是它的着力点在哪里 着力点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很重要 那么这里就讲到作用线 作用线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这个力的向量啊 把这两段无限的延长 这一条直线就叫做作用线 Line of action 那作用线呢 跟这个物体的焦点 这个就叫做 这个就叫做 point of application 就是 着力 它的着力点 这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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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现在 着力点就画在这里了 好 那么 这个就是 力的三个要素 大小 方向跟作用线 好 那么 这个 就是说力呢 它遵循重叠原理 什么叫重叠原理呢 就是多个力作用在一个纸点上面 它的效果跟这些力 合力作用与这个纸点的效果一样 也就是说 你有 比如说有三个力 F1 F2 F3 三个向量 作用在同一个物体 那么 同一个物体呢 它的效果就等于 F1 向量 加F2 向量 加F3 向量 是加起来的 加起来的 那么 这个我们可以 用实验来证明 它就是这个样子 好 合力 resortant force 我们又称它叫做 net force 叫尽力 尽力 尽制 力的尽制 合力 就是这些力的像 就是我们多个力嘛 多个力 多个力 这些力的向量合 就是合力 那也就是说 就等于这个力 多个力作用于一个纸点 其效应与这些力的合力 作用于此 这些纸点的效果一样 这就是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好 我们现在看 再看牛顿第一定律 这个你们都会背 这个 这国中就叫了 牛顿第一定律讲什么 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力的话呢 原来在移动的就以等速做直线运动 如果原来不动的呢就保持不动 对不对 好 那就是说 如果一个纸点的净力等于零的话 那么纸点的速度不改变 那就是说直点呢 不会加速 他原来在动运动 速度都是多大就多大 他静止的时候速度是零 他就保持零的速度 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 好 然后以后我们就说 牛顿的定律 他只作用 只适用于这个惯性坐标系 这个叫惯性参考坐标 或者是惯性坐标系 只作用在这里 牛顿力学仅适用于惯性坐标系 什么叫惯性坐标系呢 记得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讲惯性坐标 就是说你这个坐标系 以等速 等速度在运动 包括向量 就是说他这个坐标系 可能在运动 但是他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大小是一样的 那这个 就叫惯性坐标系 没有加速度就对了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 我们说 所有的惯性坐标系 都是一样的 你的 就是说你不晓得 你的坐标系 到底 到底 有没有在运动 你认为我没有运动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 你在火车上好了 你坐在火车上 就是我没有运动啊 我可以以前面的一个同学做参考 他右边多远的地方 有一个什么东西 我可以确定他的位置 或者他的牛顿力学产生的 有力产生的效应 可以算出来 但是在地面上的人 看这个坐标系 坐标轴怎么样 会运动 对不对 跟着火车运动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没有办法说 我这个是不是等速运动 速度多大不晓得 所以那么 我们现在就说惯性坐标 什么叫惯性坐标呢 凡是牛顿力学 可以应用的地方 你在这个坐标上面 应用牛顿力学都非常正确 那么这个坐标 我们就称它叫做惯性坐标 如果在某一个坐标系上面 牛顿力学用上去不对了 那这个就是非惯性坐标 非惯性坐标 比如说我们地球啊 你现在 我们在这个 我们现在就在地球地面上 对不对 你做牛顿力学的 所有的实验 通通都对 就是说我有 多少大的力 作用在一个多大的 磁点上面 它产生多大的加速度 这个用牛顿力学上都对 那我们就认为啊 我们这个坐标系是 惯性坐标系 但事实上 是不是惯性坐标系啊 是不是啊 不是耶 地球有什么转 有自转 对不对 它还有自转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台风啊 在北半球的台风 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南半球的都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不过我们一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牛顿力学的实验都正确 因此我们就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 惯性坐标 但是如果你现在搞定 你坐在一个飞机上面 在飞机上 你穿 一双溜冰鞋 站在飞机上面 突然这个飞机起飞了 因为你穿溜冰鞋啊 飞机向前面起飞的时候 你如果是站在飞机的靠近头那里 你会往飞机的尾巴那边滑过去 对不对 你就觉得 你怎么对飞机旁边来看 飞机那个坐椅看 你有加速度 你有加速度 你觉得很奇怪 假认你 你不晓得飞机起飞 但是飞机在起飞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现象 你说我都没有受到力啊 没有人推我啊 那我为什么会往飞机的尾巴那边去 加速呢 但是在地面上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向飞机的尾巴冲过去 因为飞机起飞啊 对不对 飞机起飞向前飞啊 你穿个溜冰鞋 你就不动 你保持在那里啊 所以飞机的尾巴 那个方向靠近你啊 所以说 你如果 一个飞机在加速的时候 你在飞机的理念 你把飞机当做惯性坐标 这牛动力学就不对了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要介绍一个 这个外力很重要啊 以后要记住 一个物体 本身以外的 其他物体 作用于该物体的力 我们称为外力 所以说这个物体的外力就是 这个物体其他 这个物体以外 其他的物体给他的力 叫做外力 如果他本身 他本身某一个部分 是于其他部分的力呢 这个叫做内力 像我们人 那你 外面推我一把 这个力就是外力 如果我自己的手 左手推右手 或者右手推左手 这个力就属于 内力 内力 那以后我们讲这个 牛顿力学里面呢 牛顿第二定律啊 等等啊 通常都是指他的外力 OK 力 跟加速度 跟质量的关系 通常都是指外力 这个一定要 要记清楚啊 重力 重力 就是说 我们物体在地球表面的附近 不论是有没有跟地面接触 受地球的吸引力 我们就以W 一个向量来表示 这个就是表示 重力 就是我们物体 受地球吸引的力 用重力来表示 OK 超距离 超距离就是说 这个力量 要追用在你的身上 不需要接触 不需要接触 像我推一部车子 我一定要守 接触这个车子 才能推啊 或者说 我总要有个东西 接触到它 才能推啊 但是 什么叫做超距离呢 地球吸引你 地球不见得要接触你 你在空中 地球照样吸你 所以你会掉下来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 这个叫超距离 如果一定要接触到这个物体 才会把力传递的 这个力 我们称它叫做外力 比如说 拉一个物体的力 推一个物体的力 绳子的张力 还有摩擦力等等 都属于接触力 将来 我们考虑物体受力的时候 通常都是考虑它的外力 那么外力怎么考虑法呢 就是先看 作用在物体上 有哪一些超距离 超距离考虑完了 再考虑有哪一些接触力 这是我们考虑力的这个步骤 我们今天就先 也讨论 我们今天就先看 这些银子 这个可以做 看 我们今天就先看